瑞芳区新峰里的中仁庙历史已经有80年 但是比较少人知道 因为在早期台灾淹水后到现在都还在兴建中 而主委吴金龙更是感受到保姨大夫的灵验 因而投身中仁庙的经营 今年更将扩大举行绕境活动 希望让更多人知道中仁庙保姨大夫的事迹 中仁庙主委吴金龙出身于瑞芳 目前在基隆经商 六七年前因为一场大病 一天昏迷在家家人都好着急 但吴金龙却在梦里看见昂公的身影 叫他赶快回去 他因而从昏迷中醒来 病情也从那天起开始好转 现在也都在稳定的控制当中 那结果这到我家里 大概有十分钟的时间 那我命运之中就是保姨大夫 他就来叫我 说主委主委 他没有叫主委来 他就说你来这家床 你快回去 就我一起来 就看小孩子 我两个小孩子在那边哭 我老婆在那边哭 结果就坐下车 然后上去长庚 去打点滴 打一张点滴就回来 结果我感应说 结果俺说真的不错 他因为那个冥冥中 真的有吃药 我吃药 我不把你过敏 我最奇怪 那天吃药 我怎么过敏 感觉 就是我们保姨大夫 他直接来叫我 说你来这边干嘛 你就直接回去 你说你回来 你回来 我说背起来 看人家怎么哭 主委表示 自己以前没有太多的宗教信仰 但经过大病出狱后 让他知道昂公的灵验 因此他也投身中仁庙的经营 两年前担任中仁庙主委 积极推动庙物 今年更受到昂公指示 将盛大举行绕境活动 所以说我觉得真的 心诚则令 其实说你做 驾苗要做什么 你说真的很迷 那是真的是 有点 因为我们人都是这样 只是说你有真的 诚心在接触他 我觉得那个 心灵一定都会给你保佑 所以说我们就说 其实我们说 昂公在水峰现在很久 我希望大家有这个机会 现在来昂公廟 来拜保余大夫 其实说真的 心诚则令 来这里拜 其实 吴金龙说 国立5月15日当天 邀请关渡妈祖 一起到瑞芳绕境 祈求国泰民安 当天绕境队伍 要从中仁庙出发 一路到市区 振头表演 还有有功团拜 现场有吃又有拿 欢迎民众一起共享胜举 介成为瑞芳采访报导